欢迎再次来到金豆甲 这回呢我们在金豆甲的框架下又做了另外一个设计 这个设计呢 是理查德 周扬和我们三个人 我们三个人呢 经过了大概五六次的这样的一种的设计 开始 就是发一个图而已 那么 这个里面的设计没有 公开 那现在呢 已经基本算是快完成了 还有一些东西要做 但是呢现在已经基本的 构架 那么 肥皂泡放生器的摆放 那么附膜的这种设置啊那都 已经完成了 所以我就今天 做这样一个视频让大家知道一下啊 那么 要说的是呢 这个呢 是我们不对外 销售的产品啊 这个是我们是 专门给 与我们有一个 比较 深的合作关系的人 才这样做 因为 这个 这种的设计呢 是 我们希望 要 积累大量的数据 所以我们要 挤用 和 相信我们 那么愿意跟我们一起合作 来去 来使这个事情成为可能的人 也就是说不是 一般的人 也就是说这个主要是考虑 因为有些人不一定能够有那么大的信心 去接受这样的一种大型的一种 一种新型的温室大棚 这是非常大 大家可以看见的这个是 它总共的总长 是外边来看总长是50米 然后宽是这个 宽是14米 看14米 这个 是 非常的大了 其实不是一般的大 那么我们初步的一个 一种估算呢 就是说这个整个的这个结构 它就是一个集装箱了 所以它 这种设计呢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它 更简化了 就是说它是全是直的方管 我们不再 采用弯曲的 那么弯曲的 对制造的厂家有一定的难度 因为 需要去 去 弯成 特定的形状 精确的特定的形状 现在我们全 全部采用 直的方管 然后呢 通过在一个接口的部分 就是交交叉处 那么去制造一种 连接件 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那么也是采用最简单的一种插管的一种方式 然后可以锁定 而且是用螺丝锁定的 所以比较结实 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 这个就是 这么样的 结构 那么这次呢 我们因为它比较大 所以我们就 增加了 两层膜的厚度 让它的厚度 是非常的 大了 好 那现在的幅度是 应该是一米 就是如果我们量一下的话 量一下这个 厚度 从这 要量到这 这个是 一米 所以可以看到是非常的厚 这样的话呢 它对应的 这个 一米 这个我们 而且采用是 采用我们采用这个 用米的方式 这个 这个工制的方式 那么 所以就可以看见它对应的就是大概 是 它这个一米 它这个对应的就是39英寸 对应的就是39英寸 还要多一点 也就是它的 R value 它大概是 R40 那就是 非常高了 所以应的这个缘故呢 它的保温效果非常的好 所以 这样的话 就可以保证 那么 在这里可以吸收大量的热 大量的热呢 到了冬天或者是晚上 那么 用肥皂泡来保温 这样的话呢 它保证里边的温度 是暖和的 它不会已经在太阳 落山了 它里面也就凉起来 它实际上是把 整个白天所吸收的热量都储存起来 然后到了晚上 来 通过一种 这个 肥皂泡的 这个 隔热保温 然后 使它可以 释放出来 所以这是 整个的理念跟 金豆芽是完全一样 所以这个浓豆芽呢 就 原理是完全一样 只是呢 它的大小不一样 形状不一样 那么 这个有些设计稍微有一些考虑 所以我就很快的做这样一个视频给大家展示一下 是大概是怎么样 情况解释一下 它整个的肥皂泡的 运行是怎么样的 一回事 那大家首先看到就是一个门 这个门是 一个入口了 入口以后 这边还是人 可以过道 人可以走的 但是呢 在 在这边就不一样了 在这边 所以也就是说这里实际上是三部分 我们纵向看 这是三部分 是组合 那中间呢 就是还是简单的人的过道 目的是方便 这个区 这个其他的两部分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 还是采用 有一个过道可以从这头到了那头 总共50米长 还是蛮长的 但是在这个过道呢我们采用的呢 就是一种方式啊这个下回做可能会更强细的说 但是我现在就简单说一下 也就是说 在这边呢 它底面全是水 全是这个 这个养鱼的水 我们是准备这样 这样的话 增加它里边的蓄热能力 对吧 怎么增加蓄热能力 就是 要 要大量的水 对吧 所以我们这个整个的全是水 然后呢这个上边就能看到一点这个不算清楚 我们因为我们不是主要是看这部分 所以可以看见的这里 都是水 然后呢还有这个种植床对吧 然后呢这个 这个就是种植床还是分两部分 一个是比较贴近 这个 这边的这边看不太清楚 就是这一块这也有一块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 就是至少两层 最后两层 然后呢 第一层的种 这种 绿叶蔬菜 那么第二层呢是种那些瓜果的 可以结果子的 所以它要爬腕 所以它上面空间比较大 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而且呢 这上面是有轨道的 然后会有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 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是移动式的 是驱动 移动式的 可以 很快速的从这头 就走到那头 这样的话也可以便于来看的人 还可以坐在里头 可以去 整个从这头走到那头 可以看一遍 包括采摘 也是这样 为什么用这种方式 就是 采摘方便 这样的话直接 就是移动移动到哪就可以在哪采摘 然后 这个采摘的东西也不是什么 要跨的篮子上 而是放在这个平台上 非常的方便 然后到了那边两头都有空间 所以到那边 就可以卸下来 然后就可以 卖啊 也好 或者运到什么地方 大概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这是一个 这样的一种 设计 整个的设计 就是从这样看 它还是像普通的房子一样 有斜面屋顶 然后便于这个积雪 水啊 能够 去 留下来 但是呢 它除了这个以外呢 还有 就形成一个山谷似的 就是说 这边水当然就落的来了 但是这边呢 就是它是水是在这里 汇集 汇集以后它中间是有 缝隙的 我们设计是 这是有缝隙的 让它呢就可以从这个 中间的这个缝隙呢就落下来 然后落下来你可以 直接落到我们的 对吧 这个种植床里的 那就是得约用雨水来浇菜 或者是直接落到 另外的一个地方可以收集起来 这样的话可以便于 这样的话就有新鲜的雨水进来 就是不是 但是从井里头打的水 所以这是我们的整个的设计 有这样一个理念 就是它有两个 像这个山谷状的这个地方来收集雨水的 这是就是很自然就是可以有收集雨水的 当然这个边上的这还是可以收集 如果 我们边上可以甚至走 让它走一圈 我们知道 还是可以 收集最后转到里面 所以这里呢 就是说 我们最有效的利用雨水 来去 来去 种菜 对我们知道雨水中有大量的 淡肥 还有一些其他的微量元素 所以这个用雨水来种菜是最好的 所以这是我们的这样一个设计整体呢 那就是 都是直的 不论什么部件都是直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见有一些棱角 这个棱角实际上是 更好 更加的 感觉是更好 至少我是觉得是这样 然后呢我们这边呢 有一些设计 有些我要当到完善的时候 我们再介绍 现在就是说这个门这个地方呢 那么就是有一个大家的很问题 就是说 因为知道 就一直看我们的东西的人知道我们就是用肥胶泡 折氧保温的 那么 所以呢就是有一个那肥胶泡怎么走呢 我们就是这里就展示了一下 所以这个 大概是这样的我们凡是看到黑色的部分 就是这个 这个圆的部分是黑色的 那就说明他有一个多孔膜 凡是看见是紫色的这个部分呢他实际上是 风扇的一个入口 也就是他这个里面是有一个风扇的 这是一个入口 代表入口 凡是紫色的代表入 那么黑色代表粗 这样你就知道 我们的肥胶泡是怎么样的去 摆放了 就是怎么样的去发生 也就是说他这里呢就是把把空气从这边借过来 然后鼓道 打到这里头 这是一个 这个从上面开始建方的 1米乘1米的 这样一个空间 然后呢高度这个是 总共是 大概是3米左右 3米对就是3米的 一个一个就是非常大的 那肥胶泡 矿线系了 所以也就是说肥胶泡呢会从这两个圆 圆的这个部分 黑色的这个圆的 多孔膜里头 就打出来 打出来他就先充满这个空间 然后在这个 推在个风力的推动向 他就会往前走 也就是他一直出一直就往这边推 所以他推沿着这个下边这个这个部分的就往这边走 所以走走走走到这边来以后 到了这边呢正好他有一个相反的一个作用 在到了这边以后你看 大概就是就是风扇吗 风扇又往这边鼓风 所以那边是推 这边风扇又 又往里边鼓风 所以这边就成了负压 对吧 所以那边是正压 所以这杠肥胶泡很轻松的 虽然是 长达50米 但是呢也非常轻松可以过来 然后到了这里和拐一下 那边拐一下 然后就走这边50米 大概50米 然后到这边又管一下 然后就回到 这里了 所以就是回到这个里面 就是他就完成了 就是就就完成了 也就是说这样的话他就 到了这里就算这个全全充满了但是他 在这样的过程中呢他是同车实际上是两边中间开始的 也就是那边启动这边也启动 所以他肥胶泡走到这边的时候 他实际上上边的肥胶泡已经走到这边 所以 我们会看到这样一个景观就是 这边的肥胶泡走到中部了 那这边上边的这一部分的肥胶泡也走到了中部 所以他会在 这里就错开交错 然后就一直到这他就全部 都完成了 等他到了这边 下边的肥胶泡到这点上面的肥胶泡也已经 也达到那头 就可以就停掉了 只是稍微不同的时候呢你注意到 这个下边的比较多 因为上边 它是包括两部分 一个是垂直的这个部分 还有呢就是他 三角区区 也就是说 这个三角区所以为此呢 这边的肥胶泡的 发生器它实际上是两部分 一部分是水平的 一部分是冲上的 所以这样的话呢他是 冲上的他就往这儿鼓气泡然后往那边走 那这边就是这么样走 所以等于是 这个实际上严格来讲就是 你可以算作是一部分 也就是说因为他包括了上面的这个三角区 所以为此呢 你可以看到高度上可以说我们 初步的一个 计算呢 就让他这边的 对吧这边的 这个横截面 和这边的横截面是一样的 是这样他就有一个平衡 所以就等于这边 上边 下边充满的时候 这上面也充满了 所以这样的话 整个这 这三面就全充满了 同样的方法也是这样 那就这边也是 这是呢 垂直墙面的 肥皂炮的 这种 填充的情况 那么对于这个顶部是什么情况呢 顶部呢那我们就采用了 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一个三角式的 三角的一个形的这个 肥皂炮方程剂 也就是说 同样好我们凡是看到黑色的 这个圆的部分它是代表 多孔膜 也就是出气泡的部分 那 在另一边呢 他就是什么都没有 这个但是这个里头呢 你从这可以看到 这个两个部分就是属于的 这两个如果用同样的 颜色呢 这应该是 紫色的 也就是这个 风扇是在这里 两个风扇在这里 那么两个风扇呢是 从 借用这边的空气来去 去去这个来吹 把这个箱这里头打 然后呢通过都两个多孔膜出来 对吧我们这么看 好一点 把空气是 这个风扇是这么晚里的抽 然后呢这个 有三个风头 那么 这样的话呢 这个空气就通过这个 肥皂液就可以出来出来以后 水层气泡 所以也就可以从上面可以看呢 就是说 肥皂泡呢 它是怎么个情况呢 因为是非常大 我们被它拉的小一点 所以它是这么样一种情况 也就是说它这里 这是肥皂泡是从这出来出来 然后它就一直走 对应的这边也是同样 这边它会 抽空气 也就是说前面部分是抽空气 这边空气是把里头打空气啊 就是镇压的部分 总之它就是说 一推一拉 就把这个气泡就 很容易的让它往这边走 走到这以后呢 它就算是完成了 然后这边因为这边也同时在进行 这两个必须 同时启动 这样的话呢 肥皂泡 这样往这走 它走的 同样这边走的中部 这边走的中部 就成了一半的天充 然后呢 它就一直推推推到它回到 这边的 风扇的就是它就完成了 天充了 那这边也是同样完成的天充 所以我们 我买了一个无人机 就是 到时会实际 去去来拍摄这样的镜头 就是说 它是这么一种循环 那么在两个 肥皂泡方声器的带动下 就形成一个大循环 那么肥皂泡就 这样的运行 直到全充满 一般是 我们不会让它一直在那运行 就是说它 两个都同时到达了 或者是以前以后都无所谓 总之有一个到达以后 你就可以撤除 实际撤除 它需要多长时间来充满这个区 然后你就停掉 对不对 所以这里呢就是我们可以用简单的Timer 就可以做 这样简单的 一种 自动控制 让它充满了你就没必要再 再让它运行 所以就可以停掉 同样的这个这个墙面也是同样 也是同样一旦充满了 我们就可以 所以这里是为什么 你怎么做 你最后还要一个实际的测试 就是在实际的场景下 让它全充满 是需要多长时间 对吧 那 甚至可以一部分一个Timer 那样的话更加有效 有可能它 不是同时充满 所以总之就是说我们可以充满了 我们就让它停了 就是 这样的话 就比较 简单 那所以这样的变成我们就是有 两大部分 一个就是 飞刀 是控制 这个 立面墙和它这个 三角区 天充 那么 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负责这个屋顶的部分的天充 所以这样的话就 这样做出来的这个 这个 所谓的 新型大棚 就是我们叫它 浓豆甲 那它就 功用非常的 就是说它的保温效果是最好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在这样的一种 39英寸 的一种的保护下 它可以达到 近乎 R40 主热值达到 40 这样的主热值 这是远高于 一般的建筑 我们知道一般的房子都是 24 就是24 主热值 我们这个几乎是 双倍 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样的一种 建筑在无论是在非常冷的地方 还是非常热的地方都可以起到 降温和保温的作用 热的地方它是降温 因为热的地方我们可以 用水 木来代替 肥皂泡 那么冷的地方呢 它就是可以在 比如冬天啊比如晚上啊我们就用肥皂泡 来去做填充 所以这样会创造一种 冬暖夏凉的 一种环境 让里面的植物生长快速 所以它就是 而且它是 密封式的 注意 但是密封式的 这样就会大大的增加里面的湿度 所以让它湿度也保持 比较高的 起码要50% 左右 这样的话呢 植物的生长在这样一种 好像 人造的热带雨林 这样的里头来去生长 而且这样的 建筑还可以产生大量的 激净水 因为它的内膜 可以去 使得 热空气 可以制冷 所以 每当 我们一打 肥皂液 或者是 水 木 水木 形成喷水的情况下 它里边的 就是大棚里的热空气 就可以在 内膜的 下边 就是 形成冷凝层 形成一层 冷凝 那么 冷凝水呢 就可以去反过来回缩到 这个 种植床里头 或者是鱼池里头 都所谓因为它是干净水 所以这样的话就可以 就有效的利用水资源 所以这样的 你需要补充的水分 只是 去跑到这个植物里的这个水分是你要补充的 其他就没有任何蒸发 因为它是 不是敞开的一种 情形 它是一种 近乎密封的 一种情形 是吧 因为密封就有很多的 这个好处 比如说 你可以提高二氧化它的浓度 因为 我们知道植物是碳水和活物 如果没有碳 那它的 它的生长速度也不够 不够大 所以这里你可能什么都有 但是你的碳 二氧化碳的含量不够 也不行 所以这里 为什么我们采纳这种的结构 就是 目的就要控制 4个度 就是温度 那么湿度 光度 那么光度就通过肥皂 全透明的这种磨结构 再加上需要 你需要遮阳的时候 那么去用肥皂泡来代替 遮阳布 来去 调整 光度 这是第3个度 光度 然后 二氧化碳 和 氧气的浓度比例 这里 因为它是两个东西 因为 鱼塞公升 鱼塞公升就是 鱼呼出 暗氧化碳 那么 被 植物吸收 植物吸收之后 它吐出氧气 形成一种 暗氧化碳和氧气的 一种平衡比例 所以这样的话 就可以 把这个4个度 控制好了 那我们知道 就可以去 创造一个 最佳的环境 让鱼也在里头 不被憋死 那么氧气 这个植物 这个 那么植物呢 又可以有 大量的 二氧化碳 能够它去 可以 产生装光合作用 跟水结合 形成 碳水 化合物 所以它是整个的 这么样一种的 运作的原理 今天就 展示给大家 那我再说 这样的浓豆角 我们是不是 这个面向 这个大众的一个产品 这是我们 那我们要自己用 我们同时呢 会 这个 找一些 会愿意跟我们合作的 那么的 一些人 我们采用的一种 一定是跟我们建立一种 某种关系 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够去 测试 因为 我们希望这样的 东西 一个是我自己 很多人不相信的 那我们自己来测试 你不相信 我们相信 对吧 我们要证明给你看 有多好 到底 在这样的一种大棚里头 产生的蔬菜是多少 鱼是多少 那么 可以卖到的价格是多少 这些都是 大家如果知道 它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大家对它这种 有机性能 对它的 捷径 这种 因为 这里的 我们要 我还再说一下 我们这个磨结构呢 是采用了 是本身就是 这个是 最安全的 一种磨结构 里面是 那么 是玻璃纤维的 布 然后呢 在 两面 都是有 硅胶 硅胶 我们知道是非常 非常的 这个 这个 就是说 非常安全的 那这个 我们知道有些 现在 硅的 使用很多 比如 作为 有些妇女的那个乳房填充物啊 所以包括这个像是我的手指头 我的手指头 这个还有这个 两个骨结之间是就放了这样的一种 硅胶的 成分 所以它就是可以非常的安全 所以它不会去 对食物产生任何的影响 而且呢我们的 鱼池和 这个种植床都是采用这样一个材料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 知道这样生产出的蔬菜是最干净 那么 是没有这个塑料 硅塑料的 成分 而是全用硅 硅胶来去附磨的 那么而且非常结实 非常结实 结实到一个地步你 已经建好这个棚 甚至人可以在这上面走 不论是斜面还是平面 直接走都不会去踩破 所以非常非常结实 那么 而且我们这里还有 自动溶血的功能 因为 肥料液的液体呢 一直保持在大概15度左右 15度左右的温度 所以我们知道当 室外零下 20几度的时候 他 对吧那15度的这个液体 跟喷到 这个充满到 这个 这个房屋的顶部 所以任何的血都会融化 所以这就是他有自带的一种 浓血功能 好 所以要跟大家讲一下 好 那就大概就是这样 我想到的能介绍的就是这样 那么 其他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 欢迎大家 无论是在什么平台上看到这个 是在 这个微信的公众号里头看到的呢 还是在油管啊 或者是 腾讯 那总之 你看到了以后有什么问题 都及时的回应 我们会 会看到这些回应 然后可以为您 解答 一切你的问题 我再说这个我们这是不 我们这个产品是不对外 销售的 但是你愿意去想要 你看好了这些 这个东西 你想愿意 跟我们合作 你想用 那就是要 主动跟我们去联系 我们来去谈 合作的事宜 好 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 好 那今天的视频就做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它是14 meters wide and 15 meters long そして,我們有三樹 層分隔角的 鎮成 Itunderland 所以我們要從身為而その排名 行父 總共也是12 第一塊瑜公發 複製品 所以我們正常看 我们来看货生生 股员,和国产生 股肠生 当地变化 我们来看更多的体制 物适合的问题 一个问题 开始以来应该的问题 嗯 那是正确的 还有的有车压力 车压力 真的不知一种 两个人 丢成只要下一位 Let's start with that let's start by looking at our our yeah that the flying carpets flying carpet that we created the for the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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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ys yeah okay then let me stop sharing it's fine yeah yeah this one yeah we we did something for the for the fish tank mm-hmm yeah yeah this is the one yeah I'm thinking whether we could just make the whole floor you know full of water yeah I think there's a good ability that yeah this way that's the geothermal there could be a there could be water on the floor we can fly over whatever yeah what it is we have you know we can fly over it yeah and and that's fine like that one right there it could be showing waterbed for the whole floor yeah instead of like the other module has tanks at the sides yeah and this one could be showing the whole floor is is a waterbed like half a meter deep yeah and and then on top of that we have flotation growing yeah so like those little blocks yeah on top you could make them green and that would that would symbolize you know that that's a that's a green zone you know it's a it's a crop yeah production yeah we are thinking the the where to place the soap reservoir right soap liquid so yeah zoom in really really yeah yeah okay I see it now yeah okay so you see that's what we're gonna change right that skin is actually so when we taper the partition then the skin gets to come back to the the edge of the bubble box properly right instead of being like this it it can expand right to one meter so it's pulled in in the middle but when we get to the bubble box it's it's relaxed back to one meter again so it's like one meter away from the bubble box we have the that thinner partition and it tapers then as it goes yeah so yeah so back that in one meter away let's let's take that partition one meter away from the bubble box you know pull it away from the bubble box yeah so here is maybe 950 and here one meter yeah but it's not a it's not a taper like that it's not a taper like th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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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rrow part continues towards the bubble box completely almost like approaching one meter away from the bubble box then it tapers then we taper it out to one meter so it's not a taper from the corner good good to the bubble box it has the edge yep yeah the edge yes exactly exactly and right at the top we've got the uh rope edge here yeah there's a rope edge there it's a simple rope edge goes by the tubing so this is on top of yeah on top of the tubing true and then so what do we do with the other one yeah so yeah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exactly let's go horizontal just go vertical and there's a rope horizontal yeah and then at the very top of the brim yeah you can put a little circle at the um at the ends of the lines yeah for the roses the tubing yea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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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s where you're wrong see so eliminate those and now what i'm saying is see where the horizontal tubing will be on the inner so yeah yeah that no not not the one crossing the one in our linear in our direction of looking length the one in the same plane as you know yeah that right cross section yeah that tubing so now take take that sheet from above turn it horizontally on top of that tube on top turn turn yeah and put the rope edge at that edge yeah yep that's it yep and then this one if it goes up beside the tubing the rope edge is you know near the top of the tube yeah no the other way straight up this this way yep so we've got a flat bar on the top flat bar on the side right flat bar on the top and a flat bar at the side and that's that's the way we've been doing all of these right that's the same look to each one and then let's go to the top of the brim the very top of the brim and and let's do the rope edge component there right it's a component yeah that's it goes straight up against the tubing yeah right tubing is there and then let's be sure we've got the y rope edge right so it's it's fabric right so the fabric goes down to connect the inner sheet and then the y to connect the other sheet the top sheet yeah yeah the y yeah yeah the y so now you see what i'm saying is that that's practically sealed and what we do is we notch around the horizontal so the horizontal one should be yeah that's a small hole yeah every six meter yeah it's a notch around the top around the tubing right and the flat bar pulls it and holds it against and holds it up against the tube right and and it's a rope edge so it's a fabric edge right it's a fabric piece and and it's the fabric that is strong and we're notching the fabric you see so so what i'm saying is that that could seal around the tubing seal enough around the tube that the bubbles can't escape through that that uh you know that that opening because we we have uh we have created an opening right but the opening is filled with the tube and it's tightly tightly anchored around the tubing so the bubbles can't get through and we could create some kind of a gasket there as well if need be right some kind of um some kind of additional uh you know prevention of any leakage coming there also you know it's the top of the cavity and bubbles don't want to try to escape you know the bubbles don't try to push out through an opening even if you cut the cut the cover material yeah the bubbles won't go out through the hole so yeah so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